嗨,朋友们好,我是老简观世界,今天又见面了 今天我来说一说,我所感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百姓的抽烟与看电影 据我所知啊,我们那个时代,我们的老一位啊,他们劳作非常的辛苦 那么很多这个男的那些老人们呢,都有这个抽烟的时候 以我所住的那一排平房来说,有四个老人,那么我父亲的一位那些老人,他们都要抽烟 有的人呢,是抽的那个叶子烟,就是很粗糙的那种,那种劲很大,有点像雪茄那种烟 那种烟抽起来劲很大,但是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那么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他也抽烟 不过我的父亲呢,他这个是干部嘛,这个他抽烟呢,给其他人呢有所不同 他一般抽水烟,就是那种水烟袋抽的那种,那个灌上水,这个抽起来呼噜噜的响的那种水烟 水烟但是很便宜,他两毛钱可以买一包,那么一包可以抽一个星期左右 所以说,我父亲他非常的节约,平时呢就抽水烟 那么到了逢年过节呢,他有时候也抽那个纸烟,他抽什么呢?他抽那个大前门 大前门那个时候,大概是四毛钱一包吧,就算是比较贵的了 那么后来到了1971年,我进场的时候,我就发觉我们的师傅们呢 他们经常抽那个朝阳桥,那个时候的朝阳桥二毛九一包 这个他们,我们的师傅那些工人呢,他们的工资也不高 大概是35块5,就是二级工,一般那个时候,这个涨到二级工就不涨了 很多年都没有涨工资,所以说工资收入比较有限,抽的烟呢就是很便宜的烟 我记得有一个姓徐的老师傅呢,他这个特别喜欢这个蓝燕牌 这个蓝燕牌一毛七一包,这个比陶阳桥要便宜一毛二 所以说他很急约,抽这个蓝燕牌香烟 这个师傅们呢都称之为这个蓝燕牌,这个那个封面上画着许多那个飞着的蓝那个燕子 那么师傅们就叫做麻雀,麻雀燕 就是那个叫法就是那样来的 在60年的初期的那个时候呢,抽烟是要烟票的 但是后来到了1965年以后,我们这里就香烟来说是敞开供应了 有许多品牌那个时候,例如那个时候老的烟啦 现代年轻人已经没有见过那种烟 比方说那个黄金龙,大前门,大虫九,还有翡翠 是吧,朝阳桥,飞马,春城,芙蓉,恒大,金沙江等等等等 反正很多香烟,这些名字我叫不全 就从这个抽烟的这个角度啊,咱们这个就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60年代末期的时候 我们的人民群众日用品的方面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发展 能够初步满足这个人民群众这个在日用品这个消费方面的需求了 那么下面我再来说一说这个,咱们那个时候看电影 要说起那个时候,六七十年来看电影啊 一定是一个很神圣的很高兴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收音机都没有普及 更不要说电视机了 那么能够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屏幕上看到这个活时生的人物 这个大一会儿这个思想啊,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 因为六七十年代这个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这个看电影 那么要是在学校看电影的话 那么提前一个星期,老师就把票发给同学们 那同学们拿着电影票是那个心里头啊 就像吃糖一样的高兴甜蜜 觉得有盼头啊,再等几天就要看电影了 心里头都十分的高兴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电影啊 这个是要和那个电影里边的人物啊 一起这个喜怒哀乐的 我们就听说过这个有一个故事吧 这个解放初期啊,咱们的话剧团到部队上演这个白毛女 这个因为那个时候的子弟兵呢 都是很多都是农民参军的 所以说这个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 这个对地主啊十分的仇恨 恨之入骨啊 那个有一个剧团到部队演这个白毛女的时候啊 这个当看到这个黄世仁出来要欺负这个喜儿的时候 一个战士这个站起来 哗了一声就把那枪栓给拉开了 就要朝着黄世仁射击 这个幸好这班长在旁边 把他拉住 他说你干什么啊 这是演戏 那个战士才猛然才这个恍然大悟 就是在演戏 他完全都沉浸在那个剧情当中 这个对地主的仇恨啊 一下子就涌上心头 所以说那个时候啊 这个咱们看电影啊 尤其是看着白毛女 我们很多这个观众啊 都是这个哭 有时候这个 看到这个 穷人受到地主 黄世仁的欺负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看电影 我就觉得 这台下面的 一片的哭声 真的那个时候的积极感情啊 是非常的高 但是看到后来这个解放军这个把血儿解放出来 大川出现的时候 啊 老百姓在下面看电影的 呼啦啦 都拍巴巴掌 拍得特别的响呢 这个 那个时候 六十年代 初期我还 岁数比较小 还不怎么懂 但是大人们 他们看电影 是带着积极感情去看的 再说那个时候的电影呢 他是 这个演艺艺术啊 这些都非常的朴实 这个接近老百姓的生活 他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这个很容易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积极感情啊 给这个调动起来 所以说这个喜怒哀乐 都随着这个电影 这个进行当中啊 这个不断的表现出来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 看那个朝鲜电影那个麦花姑娘 简直你看那个电影啊 你一定要戴一个手帕 手巾在身上 在手里头 你看到中间的时候啊 你听的是一片的哭声 那个时候啊 那个麦花姑娘啊 她的这个演的那个穷人 那个受到地主的压迫啊 这个老百姓啊 这个就联想到自己的感受 一片的哭声 那个麦花姑娘 很多人都还记得 后来咱们又看那个烈火中的永生 那个电影 这个江姐啊 这个江姐这个被捕以后 敌人用变了酷刑 这个把江姐这个折磨的这个鲜血长流 然后特务把这个江姐这个受伤的躯体啊 从那个受刑的地方抬出来进入牢房的时候 这个血呀就在那个从那个担架上一滴一滴的滴下来 我就听着旁边的这些看电影的观众啊 一片的哭声啊 真的呀 那个时候这个阶级感情啊 这个特别的深厚 对于我个人来讲 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是吗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 那个东方红 在1964年的时候我已经九岁了 那个时候的东方红上映的时候 我们国家第一部这个彩色电影 而且那个彩色非常的鲜艳 哎呀 那个时候我九岁的时候还是这个 这个受大人们的感染 这个热爱咱们联系毛主席 当看到这个东方红 这个开始唱起的时候 这个老师啊 他是带领我们同学去看的 老师就带头唱起来了 跟着那个屏幕就唱起来了 东方红太阳升 我们同学们都起来都站着 跟着那个电影一起唱 你说那个时候看电影啊 完全是那个屏幕 我和观众啊 这随着那种积极感情 热爱毛主席那种赤诚的心啊 随着起伏可以说是一片那种融入一片那种海洋一般的 那种欢乐之中 解放了毛主席 你鲜花太阳明亮 解放去的天是明亮的天 那简直是 看着东方红 这个我们的这个 十分受到震撼 因为第一次看到这么鲜艳的那个彩色 电影 我后来就喜欢看这个大一点的时候 就喜欢看这个列宁在1918 我特别喜欢看这个 列宁这个在工人中演讲的那一段 我放给大家看一下 不敢出来试一试 同志们 当革命还正在进行的时候 就是说 当整个阶级在灭亡 它和一个人的死亡根本是完全不相同的 人死亡后尸首可以抬出去 但是旧社会在灭亡了的时候 很可惜 资产阶级的这个尸首 那就不可能把它一下子钉在棺材里 埋葬在墳墓里 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 它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 它在发散着臭气 是不是 当我看见这一段的时候 这个我几乎把那个台词都背下来了 这个经常在这个同学们之间 就这样大声的说 工人同志们 资产阶级 它不因为死亡 而定入棺材 埋入土里 那么那个时候 那么就效仿 那个演讲的那种语气 这个给我的那个感触啊 以后这个爱好演讲啊 爱好普通话这方面 有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那么后来到了七十年代这个 开始看这个八个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 正式出来是1968年 但是我们这个市呢 这个大量的这个 这个要推广 还有这个要这个职工啊 要这个职工啊 要这个积极的去观看 有时候是免费的发电影票 你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去完成 必须去看那八个样板戏 那么我呢 这个最喜欢看的是那个 《沙家邦》 《红灯记》 还有《知取微斧山》 那么这三个样板戏当中呢 我最喜欢的是这三个戏 其实咱们作为四川呢 我们四川有川戏 这个当然八个样板戏呢 这个都是金剧 金剧呢 对于我们四川人来讲 也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那个时候必须去看 但是这个人家说 这个外行呢 那个看这个烙热 内行看门道 那么我们这个看多了这个样板戏呢 也觉得这个金剧啊 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很多的长处 这个尤其是看到我喜欢的呢 那三个这个样板戏的时候呢 还是这个越看越舒服 我的感觉是在那些年代 这个在毛主席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止是咱们的这个电影方面呢 这个方面还是这个百花齐放的 比方说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电影 也有这个进口篇 比方说这个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 令死不屈 是不是 我还记得那个令死不屈里头那个 消灭法径司 自由属于人民 那句台词 我现在都还记得 还有很多什么地道战 定雷战 南征北战 三进三成 平原幼稽队 这个抓壮丁 鸡毛信 鸿湖赤卫队 这个保卫延安 咱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等等 这些电影 这个与这个八个样板型是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说这个文学艺术啊 那个时候 这个还是空前繁荣的时代 好了就讲到这儿 谢谢各位观看再见